软银银行集团创办人孙正义10号宣布 软银将削减对中国新创企业的投资 直到中共当局对科技产业的规范行动变得明确 孙正义表示他将采观望态度 直到局势稳定下来 他希望是一两年的时间 路透社报道软银在中国的投资 约占软银愿景基金会的四分之一 软银是阿里巴巴集团和中国网路轿车公司 滴滴出行的最大股东 也就是中国货车界Uber满邦集团 最大的外部持股方 这三家企业最近都受到中共监管行动的冲击 近来中共采取一系列行动 紧收科技业规范 去年11月 中国金融科技公司 蚂蚁金服的IPO计划 被中共喊卡 随后遭到整改 今年7月滴滴出行不美IPO后 遭下令整改 APP业被下架 这个月 腾讯公司旗下手游王者荣耀 被官媒批评是精神鸦片 股价重挫超过一成 最新被盯上的则是购物平台美团点评 遭中共重罚约10亿美元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其林综合报导 遭下来